圖形尚者,恆子走勢上好像見到第二隻腳 你覺得恆子去到什麼水平會有較大的支持呢? 恆子的角度我自己都會覺得 就算要去到白師傑也好 我都堅持不是可以大幅地跌穿 因為老實說,如果你真的大幅地跌穿 說白師傑下面,坦白說 以恆子多年的圖表真是無險可守 最下面那個位置,坦白說只剩下兩個 第一個就是2011年左右 大概11年前的16,300這樣的超級低位 老實說,11年前指數的低位 理論上應該要低於現在的路程上 社會都發展了11年對不對? 坦白說,如果要去到11年前的低位 坦白說,對於社會都是很恥慾的一件事 再加上當年恐慌性都很厲害 因為當年是歐債危機 還有美國的債券 被標準土耳三條被人撕掉了 可能很多比較年輕的投資者 都不記得當年發生什麼事 或者古靈錢那些都不記得當年做什麼了 變成當年恐慌度也不熟悉到現在的 於是這麼多的所謂困擾之下才可以去到16,000多的低位 如果你說這些位置又無限幻想 因為我現在很明白的 現在指數一跌下來的時候 很多人就是想19,8,7,6,5,4,3,2,1這樣向下跌 很明白人的心態 變成如果真的覺得18,000之後又16,000之後又向下跌 其實老實說,你16,000穿了的話,你向下哪還有位 你再穿的話,難度真的要去到08年 10,676年那些低位 變成在整個結構裏面 我覺得不是太有意義的 我會覺得這個 那當然就是說 也都相對恆指的角度 我覺得始終它都有一堆 叫做是全本型的股份去浪一浪 是不是 變成了就是說 它相對那個科指的角度的跌幅 就應該是百分之一個角度 就應該是沒有這麼大的 OK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科指其實是 就是很多企業未公佈業績 那個時候都 就是現在又是這樣 每個都是跌10% 或者每一次都是用審計稿件 去騙你 夾完上去之後 又有重力拋下來 就是這樣一罵 其實打了一百次 打個誇張一點的比喻 打了一百次都有人相信 OK 變成了在整個科指裏面 都坦誠了一件很誘心的產品 就是在我自己心目中 你要說真話 我覺得已經誘心到極點了 變成這件這麼誘心的產品 其實是真的隨時 但是美國稍微繼續轉弱的 它這件這麼誘心的產品 其實要穿底其實一點都不奇怪 倒轉可能就是說 有一點點是說 這件產品是不穿底才出奇 倒轉在這麼誘心的情況之下 所以就變成是 如果真的要做對沖的 或者是真的很看淡的前景 其實我會覺得 你可能去搞科指 看淡的產品 以贏的百分率的角度 或者指數每天跌的百分率的角度 就應該是強於恒指 強於Ai When It To Be 不要再嘗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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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aw 檢查看